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花7块钱买了10根黄瓜 还挺便宜的 我们用它来做个好吃的 首先把黄瓜清洗干净 多洗几遍 然后控干水分备用 再准备200克花生米 倒入清水里 清洗一下 浸泡30分钟 再把黄瓜去头去尾 然后切成小段 再把每个小段切成四半 然后把中间的黄瓜心切下来 切下来的黄瓜心不要扔掉 把它装入碗中 加一勺白糖 一勺白醋 搅拌一下 非常的好吃 再把黄瓜条装入大碗中 加50克盐 適量的白糖 抓拌均匀 腌制两个小时 腌出水分 我们的花生米也泡的差不多了 像这样变得胖乎乎的就可以 然后清洗一下 控干水分 装入碗蒸 然后冷水下锅 大火烧开之后 转小火 煮半个小时 再准备适量的小米椒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加一点 然后把辣椒地剪下来 装入碗中 加一小勺盐 再用擀面杖捣碎 这样能激发出辣椒的香味 像这样就可以 再准备一头大蒜 切成蒜片 装入辣椒的碗中 再准备一块生姜 切成姜片 装入辣椒的碗中 我们的花生米也煮得差不多了 打开看一下 像这样变得胖乎乎的 就已经熟了 然后控干水分 盛出来放凉备用 锅中加少许油 油热之后 加一小把花椒和两个八角 再把切好的香料也加进来 小火慢慢炒 炒出所有香料的香味 再加一勺米醋 一勺生抽 一勺味极鲜 适量的冰糖 最后加300毫升清水 煮开之后转小火 再煮两分钟 然后关火备用 黄瓜已经淹出了很多水分 这时候的黄瓜已经变得非常的有韧性 像这样就可以 再把它装入砂布里 然后用力挤干水分 尽量挤得干一点 挤干之后再装回大碗中 这个时候的黄瓜吃起来就已经很脆了 再把换料的发生米也加进来 再把换料的料汁也加进来 然后充分抓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如果吃不完这么多 可以把它装入保鲜盒里 再加一勺高度白酒 再把汤汁也加进来 一道酸辣爽口的小菜就做好了 然后盖上放入冰箱里 半个月也不会坏 吃饭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盘 酸辣爽口又开胃下饭 这样做出来的黄瓜吃起来非常的脆 过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 来上这么一盘 清脆爽口又开胃下饭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分享一个土豆的新吃法 首先我们把土豆去皮切片 去皮的土豆大概300克左右 再装入碗中放入锅中 蒸熟 再把蒸熟的土豆压成土豆泥 再加入180毫升凉水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再加入4克酵母粉 先把酵母粉搅搅匀 再加入300克普通面粉 搅拌成比较粘稠的土豆面糊 像这样就可以 再盖上保鲜膜发酵到两倍大 也可以放入冰箱里冷藏发酵一夜 第二天早上直接用 我们现在来准备一点配菜 胡萝卜切成小丁 再准备一点葱花 打入3颗鸡蛋 再加点胡椒粉和盐调我 搅拌均匀备用 我们的面已经发好了 手上和案板上都抹上油 防止粘粘 把面糊倒在面板上 不用揉面直接整理成长条 再分割成12个小面团 再把小面团整理成圆形 整理好的面团再饧10分钟 油温微热下入饼坯 把中间按薄 边缘不用动 再倒入鸡蛋液 不要倒的太满 盖上盖子蒙2分钟 2分钟之后给它翻一面 然后再盖上盖子再蒙2分钟 哇现在就已经很香了 这个饼实在是太香了 煎至饼微微鼓起 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啦 土豆饼这么做真的是太好吃了 它是那种软糯又筋道的口感 还有一点点酥脆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和大家分享蒜苔的新吃法 做法非常简单 先把蒜苔切碎备用 网中打入4个鸡蛋 加少许盐 一点点13香 搅动一下 再加一勺淀粉 搅拌均匀 多搅拌一会儿 把淀粉调开 锅预热放油 倒入蒜苔 先把蒜苔炒熟 再准备一个肉勺 淋上鸡蛋液 盖上盖子煎两分钟 再放一面 再煎两分钟 用手轻轻转动一下 丝底部受热均匀 再取出来切开 就可以吃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把苹果冻无法闻 好用 明年 说明 堅持 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